文哥,前两天跟我打电话说 也跟我同病相联了 对,就这里是酸疼人的 哦,对,就这里是吧 不是,这个是不是米饭煮多了 就是没煮米饭 没煮米饭,早就结实了 鸡压,库存太多了是吧 去医院检查了没有? 没有 抽时间去医院看一下 拍个片子看一下 然后那个,我跟你说 我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 还在那个西北,那个延安 对对对,像上次我在延安就是 你要骑摩托车 你要骑摩托车要看那种最差的地了 你正把那时候站出来了 对,你骑车来了没有吗 那个,在永波,回头给你换了 我正好也没提车 如果说我能把分割 那个,结实证出来的话 我推荐他买我的摩托车 我是好心 大家不要误费 好了 今天去二哥家喝满月酒 吃酒去了 先来到我们地球村 地球村今天来了这么多 兄弟姐妹 高棚满座 高棚满座 棚毕生辉 来了这么多车 好漂亮啊,二哥 谢谢啊 我们先过去了 先过去帮忙 带你们去看一下 多少 朋友 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 地球村 他直接进入这个事情 然后就在一起 这样子 结的缘 结的缘 也是缘分了 走在一起 所以说这趟又过来啊 我们先在这里聊伟天 闹伟科 因为也是很久没见了 相聚在这里 待会再去二哥家里吃饭 吃中午饭 今天来了这么多兄弟姐妹 就是说带他们去农场看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们都是 第一次过来这里的 第一次来看这个有为农场 就在地球村的旁边 这里有一口鱼塘 带大家去看一下 就前面那两栋房子 是这边 姨姨奶奶的 然后他们年纪也大了 就太辛苦了吧 他们的小孩呢 也希望他们 不要太辛苦 就把这份家业啊 腾制出来 但是荒废的话呢 又觉得挺可惜的 所以就 刚好达成一致 委托给我们 这边白鸽 交给二郎跟百合 还有这里的一帮兄弟们 打理一下 包括这一口鱼塘 然后这里的 焦白 这个鱼塘里面是种的焦白 还有那边的鱼塘 还有包括接下来的附近的稻田 还有里面的那几个养殖场 都交给这边的兄弟打理 我们去看一下 走 他们已经在前面了 我们看一下他们在练什么 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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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 高手推船 这就是不献 你只50块钱一个 搞拿现金 二文嘛 来 我们二师兄介绍 来来来 你们签字 不是了就不能说了 拿绝子堵住我的嘴 那必须的嘛 心得恶劣 拿我们下水 再来 我去 老师哥说 那棵树的太好吃 也一样 跟你讲 都是不分高低的 就是好吃 这个因为没有打什么农药 没有就是自然生长的 对对对 比较健康 平时我们都很少买得到的 好 这就是我们农场 农哥 老师兄 都已经规划了 怎么样 可以 这有猪圈 马圈 鱼圈 各种 还有马 还有狗窝 还有狗窝 那 这边 这也是狗窝 哈哈哈哈 他住这里 竟然说是狗窝 高手 你等一下 你们进入那个门 这话不是我说的 哈 他们说的 哈哈哈哈 来 我们 重点项目 你看 这个鱼 这个是养鱼的味道 这个是养鱼的味道 你这个池端盆下来没有啊 盆下了 已经盆下来了 贪妥了没有啊 多少钱 嗯 就一起 一起 三千五千 不是 我说这里面的鱼 啊 他都说的 老板还在养啊 还没到期 我跟狼哥商量好了 老弟 老弟 我啊 你们 你们家的话 算不算一个股份 路不路股 路股是吧 现在就已经四个股东了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人要路股的 我想问一下 嗯 就这么大的鱼 还四个股东啊 能多力量干嘛 到时候 我跟你说 这鱼啊太多了 根本吃不完 会不会打起来到时候 打得不至于啊 顶多是我吃点亏 多拿两条 你又吃亏 你说你会吃亏吗 这红薯苗什么时候丢进去的 养鱼的人丢进去的 我看都没动静 会吃 你信不信 你明天到这 一根不剩 一根不剩 那上面还是有点鱼的 那上面这个鱼 那里的鱼啊 它比较多的 我可以讲 白莲十斤一条 那算好大 这么大 草衣六斤到八斤 那就是很大的 那估计要赚钱的 估计要发财的 要不你一个人 我们包一下 没有 我怕狼哥到时候看到那个鱼 那个鱼 背壳出来的时候 那个 你不是要包这个鱼 吗 你出四千就行了 对 你这 等于要抓了五百块钱 这么多 你看高手那个表情 他给高手一个表情 你看看他那个表情 他们说的这里面的 白天有十斤 那天 他说的草鱼有五六斤 郎哥说的四五斤 大头鱼一两斤 不不可能 你跟那个唐主是不是一伙的 你有提神是不是 我想跟你说 上次你看到海哥给了一条 鱼给二哥那时候 十斤多 是在这里面的 对 就这里面的 问题是 十斤多的鱼已经被二哥吃了 还有 不在这个堂里面 就拉一条 不可能就一条 对 仅此一条 被网了 他们是这样子一拉的话 一网打进 不可能 现在看着都是小的 那样的鱼堂 唐主说 这里放了一百条下去 那天说三百条 今天说五百条 那你的意思 我又被忽悠了 小老弟说的三百条 死了两条 还有两百九十八条 我们老弟说了 他说这个鱼堂 干了以后 然后鱼苗他来买 他说他放进去 赚了钱才有钱买鱼苗 亏了钱 还买鱼苗吗 就把那小的放下去 没有啊 首先他干完以后 我们再接手啊 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哈 公平了 到时候买鱼苗 我也放一点 他放大头鱼 草鱼 我就放鲁鱼 鲁鱼 鲁鱼 我放假鱼 这个也可以 这个不适合吧 假鱼 不适合 假鱼会适合 不适合 我想跟你们说一下 你们放归放 但是我保证不了 你放多少条 我就能存活多少条 对不对 但是肯定是 养殖的嘛 肯定会有一点损失 对啊 而且他们两个打架 吃上长渣的 这个怎么就不走啊 也别说 这个鱼 都别强啊 嗯 我们眼睛应该要放鲨鱼 哈哈哈 把他们一碗打进 那真的是一碗打进的 这个鱼算蛮大的 哈哈 三摩多 你放鲨鱼都没用 你不在这里看住 我跟你说 我就是最爱搞鱼的 电啊 网啊 钓啊 放水抓啊 要养鲨鱼 去那边看一下那个吧 来来来来 往这边 说来说去 这口鱼塘 估计水分太深了 我有点想放弃 然后他们看一下鸭子窝 养猪的窝 这个里面 看到有点好朋友过来了 东哥来了 我们去接一下分割 让他们先开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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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什么时候开始炒 拿了我来吃甲鱼怎么样 吃了没有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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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吃完了 又带了 带了四只 感谢感谢感谢 你是带到我家去的 还是带到这里来的 那带到你家 那就我就会得出好多人了 那我是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我就是吃吧 就那口鱼糖 你们来看一下 我们目前已经排了四个股东了 什么找了四个股东吧 把这个当盘了 三千多万还找四个股东 不是 唐主说要六 那要不要我盘 来 再来 哎呦 多个多 那盘出来不是可以做梅鱼吗 可以啊 要不要我的加入 来 来 多多少钱 不是 我讲梅鱼讲 一共三千多块 那个鱼最终 是赚钱还是费钱啊 还没算数 没算数 应该要可以吧 还有六十六十只 还有六十只 那没事 那个眼镜哥刚才说要放假鱼 他说 他们丢进来 让他那个出掉那个假鱼 假鱼苗的 这里面放假鱼 放假鱼 两年没干 去年放假鱼 这不能 呀 放一百只捞个两三只也可以 那有什么意思 跑到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又是野生假鱼嘛 对不对 他每天还都会喂一点这个红薯苗 也有可能这个里面真的有假鱼 从哪来的呢 没有 以前就有的 以前是种年棚 它是干过了 这个 以前是干的 干的呢 还有这什么都没有 你看这没什么浪 你们觉得这鱼行值六千块钱吗 六千呢 不是三千吗 六千 你看一下吃这个草就知道 我看他没动静 到晚上 那是白脸 那六百斤的 六百斤鱼 还能算十块钱一斤 差不多 批鱼还不就是五六块钱一斤的鱼 那我们还要去卖 还要批鱼 哪里五六块钱能批得到 这里面 吃草的哦 找到哪几个嘛 老弟一个 狼哥一个 邓总一个 还有我 如果说你要入股的话 我可以把我的股份转到鱼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我就不参与了 还差两个股东 那不参与了 可以放 不用抽 那个是 那叫鱼蛮大的 可以 鲤鱼 哈喽 好了 我们商量一下 看一下 找个实体把这个糖盘了 看一下到底是亏还是赚 我们待会去二哥家里吃饭了 去碗了 喝汤了 吃个橘子 这个橘子蛮好吃的 好了 一九村已经逛的差不多了 我们车子都坐满人 现在去 他那边停车 吃饭了 赶紧自己安排放我哪里嘛 那你怎么弄 那你怎么弄 快快 今天的视频也分享到这里 下集再见